欢迎收看湾区直送,我是张婉营 内地气院复工门一个月 现在复工率超过了八成三 全国总票房超过了十亿人民币 数字就真的挺英俊 加上复工之后 第一部新制作的大片上映 不少气院都想靠它 救下剩下这么久的票房 不过最近就爆出 制作公司要求气院要先交一定的保抵费 之后才会给片它们上 引来中小气院的不满 说这一条是霸王条款 被誉为是疫情后市场强心针的 抗日战争主题电影 《八百》 21号正式在内地上映 有个别气院在试影时 五天的票房已经破亿 成绩非常不错 不过这套大片的上映之路 一点都不容易 先是年多前电影被指有政治问题 就被叫停不准播 到今年通过了审查 又挨过疫情 排到期正式播 又出现新一波的挑战 《八百》的片商怀疑兄弟被指要求 每年票房200万人民币以下的戏院 要先交去年实际票房的3.5% 做保底金 才可以上映 令到一众的戏院老板不满 说这条是霸王条款 还有戏院最后决定放弃播映 其实在内地 给保底金不是什么新鲜事 以往片商都会要求戏院交押金 保底金 不过只是限于试影期间 之后正式上映就会与戏院分账 但过去三年期间 有数百间的电影院为了分少些账 他们会用人手写戏票 做假票房收入 分析指 怀疑兄弟可能是看到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所以追加条款 而现在全国票房200万以下的戏院 大概有4200多间 如果半数的戏院都给保底金来计算 怀疑兄弟可以获得过亿的人民币 也有报道说 18年到19年期间 怀疑兄弟总共亏了超过50亿人民币 而去年800的停播 为公司带来不少经济压力 也有可能造成今次被指是霸王条款出现的原因 但怀疑兄弟就没有直接回应相关事件 偷票房这个市场漏集已经有了很久 国家电影局每一年都会公布 偷漏票房行为的戏院名单 去年拖欠票款超过10万元的戏院 达到471间 截楼票房更加是接近3亿人民币 今次有片商肯第一个站出来 针对偷票房的戏院 以后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片商跟随 改善到市场的风气呢 不知做生意要说个顺势借钱更加是 内地最新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大幅下调 对放债人又有一些什么影响呢 内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新修订 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 定在内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即是LPR的4倍 根据8月20日发布的LPR为3.85厘计算 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调整为15.4厘 较过去的24厘和36厘大幅下调 判决可以进一步将非银行的民间贷款体系 将它和LPR官方利率就有一个挂钩在这里 从绝对的贷款利率来看都低了10个百分点以上 这也回应到内地的主调就是要 支持中小企去继续经营和降低他们的融资成本 但我们看过还有持有消费金融牌照的公司 贷款利率依然超过最新贷款利率保护的上限 好像在支付宝内的包利贷 年贷利率为23.94厘 有分析就担心 未来可能有民间借贷公司 经营成本和坏涨上升而导致结业 更有可能令非法的地下钱庄 影子银行更活跃 广西玉林市和大湾区相论 未来会发展有关湾区内的产业转移 包括机械制造、新材料、大健康、服务皮革四大产业 计划总投资6100亿人民币 政府公布乡源围口案在星期三正式启用 鉴于疫情初期只限货运 而通关时间是每天的7点到晚上的10点 向云围口案是港申边界的第七个陆路口案 新口案的启用可以缩短两地的行车时间 舒缓现时陆路口案的跨境货运交通